国民党所诉求的清廉 这次大家都在看的是国民党内中常委的选举 也因为会选的风波 现在中常委要全面补选了 虽然这个政策已经定了调 但是会选的风波却还没有完全落幕 因为今天在蓝军里面有人爆料 马总统也收过中秋贺礼啊 为什么党中央只查送礼的 而不去追究收礼的人呢 总统府今天上午出面灭火 强调说其实总统是不知情的 也怕伤感情 所以礼物没有退还 有的转送弱势 有的留存国事馆 中常委会选这把火也烧到马总统 因为蓝军内部传出 身为中央委员的马总统 在中秋期间 也就是9月27号中央委员选举 到10月11号中常委选举当中 也收到党内中央委员送的礼物 听到这个消息 总统府急着出面澄清 送给总统的礼物 基本上这都是由总统办公室的同仁 就把它处理 那一般来讲 其实总统本人他不会知道 去年520上任之后 就已经根据这个公务人员 连政伦理规范 要送到这个政风处去进行登记 所以这一些礼物 基本上都是有案可查 警官府方撇清关系 但也没否认 的确有收到中央委员送的礼物 如果民众送来的礼物 那我们就直接退还的话 那通常这样子是比较伤感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建立一个制度 这个问题根本跟这一次的中常委选举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对总统很了解 如果有人送礼 他又不方便退回 退回会伤人家的心的话呢 他会送给孤儿院 余游院或者我们的宪兵队 俯汉党的论调 绿营听不下去 立委管壁林在办公室门口 张贴本办公室收礼 管壁林不收 底下还设置礼品收付处 反奉意味十足 我的办公室可以收礼 但是我没有收哦 这说得透吗 张春博你讲那个话什么意思 这大叛音那大声吗 以后会选贪污都可以用这套理论 这一次国民党内斗的大戏 其实很假 那假到只包不住火的时候 就用一个混乱的价值来淌塞 总统府收礼 不代表马总统也收礼了论调 让绿营抓到见缝插针的机会 出手毫不手软 明事新闻综合报导